这一集我要开始讲述深圳 而要理解现在深圳所遭遇的所有痛苦 我们就必须挥过头去 认真的审阅深圳的成长史 所有的因都有着当年的果 唯有穿透历史的迷雾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未来 深圳第一次走进国人的视野 源于1957年开始的大逃港浪潮 注意这个年份 在此之前 中港之间还有正常的人员往来渠道 可以申保通行证 实现人员交流 恰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红色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公有制运动 在城市没收民营企业家资产 在农村强制推行公社化 彻底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根基 摧毁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并最终在1959年带来了持续整整三年的大饥荒 当时的中国人生不如死 酷烈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 强迫老百姓自己都自己 顶层的领导人群体还觉得其乐无穷 内地居民没有办法 只能在地狱里苦熬 但是广东人民从小耳濡目染 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根基 即使在满清朝廷制下 片州不得下海 广东人依然一代又一代的出东海下南洋 足迹遍布整个东南亚 现在香港的距离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只需要先想办法 透跑到当时保安县深阵阵的蛇口村 在沙滩边的红树林里潜伏起来 等到天黑 绑上一只篮球游三个小时 就能到达对岸的香港元朗地区 从此脱离苦海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种诱惑实在是过于强烈 即使整个逃港路途 需要突破红色政权的层层围堵 夜晚在冰凉的海水里游三个小时 也超出了很多人的体能极限 但是大逃港的人群潜伏后继 从未断绝 从1957年到1979年 广东有100多万人出发逃港 其中有约50万人成功抵达香港 这批人有胆量有气魄 身体素质也很强 因此给香港经济 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 没逃过去的 除了极少部分人在半路被抓住之外 其他人都死在了海里 然后在涨潮的时候 被推回蛇口的海滩上 再被一把火烧成灰 从此在雾里上脱离苦海 事实上 这就意味着 一直到1979年 保安县的存在价值只有一个 就是给逃港失败的中国人收尸 收尸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粗暴 无非就是一把火烧掉罢了 也不可能挖坑掩埋 几十万人的尸骨实在太占敌坊 把当时的整个蛇口村 全挖成坟地都不够埋 真正的改变 出现在1979年 到这个时候 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年 顶层的大佬们 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 逐渐形成了八佬治国的局面 其中有两名关键人物 叶剑英和李先念 他们说服了其他大佬 于1979年初 在蛇口画出一块两平方公里的土地 命名为蛇口工业区 由招商局集团负责开发 恢复与香港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到1980年5月 仅仅只积累了一年多的经验 叶剑英和李先念就再次说服其他大佬 以中央的名义 正式宣布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将蛇口模式扩大到327平方公里 1980年8月26日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深圳的特区经济模式自此开启 8月26日 自此也被视为深圳特区的生日 各位 这段历史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 似乎深圳特区的建立 只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然而在这件事的背后 隐藏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幕后策划并推动这一场变革的真正主力 是东江纵队这一派的政治势力 东江纵队于1938年在辉扬成立 是中共领导之下的地下武装力量 他们的根据地原本在辉扬 因为当时的保安县一带人烟稀少 地形复杂 且靠近香港 交通便利 补给也非常方便 因此 东江纵队的大本营 最终就选在保安县的平山村 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平山地区 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 东江纵队的势力迅速扩大 并深度渗透香港 东莞等地建立了庞大的地下情报网络 和物资走私渠道 在明面上 他们在香港组建了很多企业 生意做得非常大 这其中就包括华润集团的前身联合航 抗战期间 广东地区的其他红色武装力量 在日军的连续扫荡之下无法生存 于是陆续汇合到东江纵队的编制之下 东江纵队的势力因此也越来越庞大 在抗战后期 东江纵队的总兵力达到一万多人 实际控制惠阳地区和东莞地区 抗战结束后 广东军阀张发奎集结全军进攻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节节抵抗 损失惨重 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赶赴广州 使出全身谢数 终于在1946年6月 在内战已经全面爆发的背景下 将东江纵队的主力 约2600人送出了广东 1949年 红色中国横扫全国 打回广东 东江纵队随军南下 并策动香港轮船招商局发动起义 数百艘客户船 全部归顺大陆 在此基础上 中共组建了招商局集团 继续负责与香港之间的航运往来业务 这就是中国央企里 政治地位排名第一的华润集团 与排名第二的招商局集团的由来 至于什么两桶有五大行 在这两家企业面前 那都是弟弟 连抬头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红色中国建政之后 因为介入朝鲜战争 遭遇到了整个欧美世界的层层维度 对外贸易全部断绝 当时的中国 还是个纯粹的农业社会 物资期缺 需求量最大的药品 关键的工业零部件 乃至是武器配件 统统都需要通过走私 才能运到国内 而在此期间 通过香港走私这些急需的物资 就成为了中国的唯一通道 各位 你们必须记住 当时红色中国有胆气在朝鲜半岛 跟整个联合国军队大打出手 死伤以百万计 也要坚持打到底 但红色中国始终不收复香港的原因 其实只有一个 收复香港之后 中国连着最后一条物资走私通道都没了 那中国人就真的连消炎药都吃不到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东江纵队势力管控之下的华润集团和招商局集团 就成为了走私的主力 可以说掌握了新生的红色中国的商贸命脉 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即使在文革期间 顶层权贵想要从欧美买瓶香水 弄一双皮鞋 都要通过东江纵队来安排 因此 这股政治势力所遭受的磨难并不多 只有极少数人短暂的癌症 并且很快就被周恩来给救了出来 在另一边 当时港澳地区几乎所有的富豪家族 都参与到了这场历时近三十年的庞大走私生意之中 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香港是包玉刚与霍英东 澳门是和谐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 他们的家族后人都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 更关键的是 1976年 毛泽东和周恩来死后 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在当时巴老治国的权力格局之下 叶剑英就是实际掌握军权的人 也是巴老之中地位最高的人 虽然叶剑英并不是东江纵队的创始人 在当年也没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 但叶剑英在1946年 救过东江纵队的命 在红色中国建政后 叶剑英有长期负责军队的情报工作 东江纵队负责的关键商贸走私活动 当然也都需要向叶剑英汇报 因为这样的缘故 东江纵队的创始人之一 林斩女士 还被调去给叶剑英做机谣秘书 没有任何疑问 叶剑英本人就是这股政治势力背后的终极大boss 基于这样的原因 文革结束后 东江纵队的派系势力 要在自己曾经的大b 银保安县打造经济特区 扩大于香港的经贸往来 已经是势在必性 在某种意义上看 这甚至可以看作是 东江纵队派系的权力变现过程 一团死水的中国 掌握权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无非是享受一点特权待遇而已 属于自己的产业基本就不存在 东江纵队的领导们 一直以来都活跃在各种商贸和走私活动的最前线 打交道的都是香港的超级富豪家族 他们深知掌握一门产业的重要性 而在特区的开发过程中 实在是有太多的利益了 可以吃下的产业也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 1979年初 舍口工业区应运而生 由原庚负责开发建设工作 原庚是在保安县大鹏乡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书香门第正儿八经的在广州不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校 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1939年 已经年满22岁的原庚加入中共 并随即加入东江纵队作为军事教员 向当时还普遍处于文盲状态的游击队员 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 这份资历给了原庚以极高的威望 东江纵队的大多数人都要尊称原庚为老师 1945年 原庚被授予上校军衔 调至香港 从事情报工作 并一手组建起了香港的走私网络 建国后 原庚长期活跃在情报战线 1978年 原庚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 同时兼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主持香港招商局全面工作 作为东江纵队派系的资深元老 原庚向中央提出了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建议 理由非常简单 香港轮船招商局 需要在大陆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主场 开辟自己的港口生意 而正对香港元朗的保安县深圳镇蛇口村 此前是百万越人逃港的首选地 现在当然也就是建设港口的首选区 以当时东江纵队的强大势力 这份代表了所有人利益的建议书 很快就得到批准 不过蛇口工业区的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 规模太小 完全不能满足大家的胃口 此时的口子既然被打开 那就不如开得更大一点 于是仅仅只过了一年半 经济特区的总面积就被扩大到了327平方公里 并将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 先由广东省委管辖 到1988年 诸多顶层权贵在深圳特区的利益开始产生冲突 各路山头你争我抢 打得不可开交 广东省委无可奈何 面对从天而降的各路神仙 只想着赶紧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 于是深圳自此被提及为计划单列市 在管理体制上脱离广东 直面中央 从此也不需要再向广东交一毛钱的税 在这里 我务必提醒各位记住这一条 深圳特区的建立 是东江纵队这样强大的政治势力 为了实现权力变现而一力推动的结果 权力变现 自此就成为深圳最核心的基因 没有之一 这个城市不可能有人稳 有温情 有舒适的生活环境 以及缓慢的工作节奏 他必然会穷尽一切可能 去挣最后一个同胆 按照深圳打工人的说法就是 搞钱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钱 这种扭曲的城市文化 将会成就深圳 也将会毁灭深圳